佛光山今天为星云大师举行了原集赞颂典礼 总统蔡英文一大早抵达现场颁布包养令 另外行政院长陈建仁 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 还有高雄市长陈其迈 也都纷纷抵达现场质疑 还另外上万幸众赶在一早旗聚佛光山 来送星云大师最后一程 双手合十眼眶半红 齐唱喜别歌 行三问训理罚券向恩师行 鼎礼酒败场面相当隆重哀奇 深情宁众总统蔡英文同样一早就现身 星云大师原集赞颂典礼现场颁赞包养令 身身的三鞠躬 另外行政院长陈建仁也抵达致议 而高雄市长陈其迈 以及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 则是分别颁发荣誉市民证书 以及最高荣誉实践一等奖章 感念大师一生奉献佛法 星云法师法体真身作刊 在众弟子陪伴下缓缓移动 进行最后一次寻山 信众满满的不舍常规道别 大师说如果大家心中有人间佛教 我想这就是对我最好的怀念 星云大师法体真身 将座塔发引台南大仙寺 进行土皮火化仪式 一代宗师想骑寿97岁 聚集上万名信徒 及各界政商吊咽 人生的最后一礼路功德圆满 慈爱精神也将勇士流传 建成者肖志愿 SNG小组刚好查不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